字以幸福,祝人幸福 我是永元校长 你正在收听的是严选好学频道 在这里我会和你聊聊校园的大小事 为你分享好学习、好学校、好书、好工具 以及你不可不知道的教育薪资 你是否有遇过有人在教学区大声喧哗的困扰呢? 为什么功德心对于一个社会很重要? 在这集节目我将谈到我认为所谓学校进步的象征是什么 什么才叫做成熟 我们又该如何来培养我们身上的文化来改变我们的气质呢? 高中是一段迈向成熟的时光 我这里想说的呢 不是指说更成熟的男性或更成熟的女性魅力 而是一种跨性别由内而外的一个成熟 内在的一个心灵沉稳 行于外的是得体的讲话 还有稳健的行为 如果我们放任心性 那么所展现出来的行为呢 就很容易会去踩到功德的红线 当你跟同学聊得很开心 你也应该要注意一下 音量呢 不要去干扰到第三人 这样一个奋计 即便是下课时间 你想要大声的呐喊 也应该要选择场合 在教室呢 无论是上下课 教学区都是属于宁静区 如果你要去做一些比较大声的谈话 或者是呐喊 你应该要到空旷的一个操场 学校的一个进步象征 不应该是只看那些所谓的升学数据 或者是一些竞赛成果 那一些的光纤亮丽当然很好 但是我认为应该更要去看的是 学校成员是不是有展现出来 一些的所谓的内在的气质 这些内在气质呢 是如何的展现呢 你可以从环境 可以从人身上感受到 我每一次到外校去访试的时候 我都会去看一看 他的环境是不是整齐 是不是干净 不会去侧重在他的建筑物 有多么的雄伟 设备有多么的先进 为什么呢 因为整齐啊 代表这里的人 是有默契的 是有纪律的 他们不会去造成他人的困扰 那干净呢 代表这里的人是有功德心的 不会去制造脏乱 要别人来收拾 功德心可以展现出一个人 或一个学校他的文明程度 事实上自私啊 一点都不难 因为自私是我们人类 很强的一个根性 难的是什么呢 难的是不自私 能够展现出自治 为他能设想的一个功德心 才是一个文明的作为 于秋雨先生 曾经这样形容成熟 他说成熟是一种明亮 而不刺眼的光辉 一种言论而不逆耳的音响 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 一种终于停止 向周围申诉求告的一个大气 是一种不理会轰闹的微笑 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 一种无需伸张的厚实 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于秋雨先生所形容的这个境界 坦白说不低 但是很美 高中生一下子要做到这样子 其实并不容易 即便是我们大人 我觉得也不太容易 但是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成熟呢 它是一个逐渐趋近的一个历程 不要想说一下子就可以到达这样子一个境界 它也不是一个终点 优雅的一个举止 不是装出来的 而是发自内心所展现的 修为的起点 要重新做起 想要有一个大气 厚实的心性 我们可以透过阅读 理解 内心 来慢慢涵养 没有任何借劲 在我们达到这个成熟的境界之前 先让自己的行为不造成他人的困扰 少一点自私 多一点的贴心 就很容易可以让我们的环境 更加的祥和温馨 一个人给人的整体印象 除了外表之外 由内散发出来的气质 才是决定人家对你的一个最终评价 宇秋雨先生曾经提过 身上的文化 这样一个概念 所谓身上的文化 有两个重要的元素 第一个是必要的储存 第二个是书卷器 什么是必要的储存 就是一些的所谓的经典的阅读 相较于非必要的储存 这些必要的储存 它是必须要接受历史的普遍尊敬 也就是所谓的经典 贵金不太多 你只要日日的用功 不要去求速成 当然能够继续收读背诵更好 简单来说 你就是要多阅读 特别是一些的经典好书 然后最好能够挑选里头的家具来熟记 当你经典接触多了 时间一久 你的书卷器自然就会流露出来 所谓的书卷器 不是那种摇头患脑的一个调书带 而是透过阅读熏陶而成的一个气质 表现在外的是衣帽整齐 然后声音温润 用语干净 逻辑清晰 对照时下 我们有少数的学生 他习惯有一些口头禅 可能有一些字眼是比较不雅的 有些时候他们只是单纯的情绪鲜泻 甚至误解 三字经是一种本土化的一个展现 虽然他们未必有污蔑的意思 但是我认为不值得鼓励 因为这样子长久会养成一个出口成章的习惯 章是那个肮脏的章 到时候就可能是言语无畏 索然无趣 这是我今天跟各位谈的 什么叫做成熟 什么是功德心 如何透过阅读经典的方式 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气质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各位朋友追踪 严选好学频道的YouTube或Podcast 按下订阅加分享 我是永言校长 严选好学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